大家好 今天俄罗斯媒体曝光乌军在扎布洛方向 已经确定了在扎布洛方向的总攻目标 今天乌克兰的陆军司令塞尔斯基也发表了讲话 他表示乌军在扎布洛方向9月份将主要集中在突破托克马克 那也就是印证了前面给大家介绍的视频 在波兰和乌克兰边境地区 扎布洛会见了北约盟军总司令卡沃利 已经确定了从扎布洛方向进行大国反击的计划 塞尔斯基透露乌克兰部队9月份将确保夏季攻势取得成功 将专注于突破托克马克 塞尔斯基表示这一突破不仅会使大型物流中心运作瘫痪 并使整个扎布洛方向供应变得复杂 而且从这些线路上也可以稳定覆盖梅里托布洛 托往克里米亚的陆路通道 该地区拥有火炮和多关火焰炮 最重要的是这将形成对俄罗斯防御的渗透 可用于未来的进攻 因此我夏达文命令 在我们向托克马克进攻的过程中 加快我们的防御攻势的建设 以及俘虏更多的俄军 以便在这方向形成我们的新的攻势 塞尔斯基确信 切断托克马克方向 俄罗斯方面将提供大量储备 这将使乌克兰部队获得时间 以及在春季攻势集中兵力 乌克兰总部已经在紧锣密鼓讨论春季攻势 这个方向乌克兰方面公布的最新的消息 乌军投入的部队 翻号已经公布了 将投入第82空降旅 第78空降旅 第46空降旅 还有47计划旅 65计划旅 116计划旅 118计划旅 以及还有第三旅 斯巴达旅 所以这个方向乌军的预备人员也进行了补充 从塞尔斯基这个讲话可以看 乌军在这个方向集中几乎全部的主力 重点要突破托克马克方向 那么今天在哈尔科方向 库布扬斯克方向也有最近的消息 在哈尔科前线 首先咱们来看现在的克里米纳 红尔曼方向 那么克里米纳方向呢 在杨波罗夫卡附近 乌军的第21旅 在这个方向被俄军火炮阻止了进攻 另外在托斯科耶附近呢 乌克兰武装备的第63装甲团 两次进攻也遭到俄军的阻击 俄军在这个方向还俄虏乌军 这是在库布扬斯克方向 俄虏乌军的画面 另外乌军的一辆步兵战车 是隶属于第21旅 被俄军摧毁 在系列不良刺激方向 乌军的第42装甲团 第67装甲团 国民警卫队第5旅 发动5次进攻也被俄军成功的击退 俄军呢击毙了80名乌军 另外呢又摧毁了5辆装甲车 乌军的第42-67 计划旅呢向这个方向两次进攻 也被俄军阻止 这是在克里米纳方向 那么在北部的库布扬斯克方向 画面中呢是俄军呢 俄军呢俄虏了四名乌军 俄军呢是在 叫新肖洛夫斯基 就是在库布扬斯克方向 新肖洛夫斯基方向 昨天呢发动了这个进攻 俄军一共四个人 那现在在库布扬斯克方向的战斗呢 俄军呢现在主要还是在 佩特罗帕夫利夫卡这个方向 乌军呢现在在库布扬斯克方向呢 已经进行了这个增兵 但乌军现在这个主要的增兵呢 并没有越过奥斯基尔河 而是在奥斯基尔河对岸 在这个方向增并 另外现在俄罗斯方面呢 判断乌军下一步呢 在哈尔科夫整个防线呢 将进行重新的调整 库布扬斯克方向呢 乌军可能不会有大公布的防御 而是选择抛弃库布扬斯克 放弃奥斯基尔河防线 退回到哈尔科夫 这是俄罗斯方面判断 俄国防部呢今天也公布了 在哈尔科夫前线 最新的一个战报 俄武装部队呢 以高精度远程空射武器 对定居点附近的机场 在基辅的叫平秋克方向 摧毁了指令目标 目标都已经达成 库布扬斯克方向呢 西部集团军出动航空兵和炮兵 击退了乌军43、44、115 激化旅68、骑兵旅 突击分队11次进攻 哈尔科夫地区 新科夫卡、卢干斯克的 诺沃、新肖路斯科业 俄军进行了反击 库布扬斯克方向呢 共摧毁120名乌军 一辆坦克、三辆装甲车 三辆汽车、一套美制的M7机火炮 诺沃方向呢 俄军集团军部队 利用空军以及火炮 成功的击退了乌军116 计划旅82空中突击旅 第46空中突击旅 五次进攻 诺沃地区的拉伯蒂诺 乌斯佩诺夫卡附近 共消灭200名乌军 三辆装甲车、四辆汽车 两套美制M7机火炮 还有德国的PZ2000自行火炮 波兰制造的克拉布自行火炮 一门第二零轮炮 以及美制的M119 南部集团军呢 在陆军航兵和火炮的 协同作战 协同行动中啊 击退了敌军对顿涅斯克 佩沃麦斯科耶 涅威尔斯科耶方向的 两次进攻 乌军损失240人 三辆装甲车、五辆皮卡 另外一辆格勒多弯火炮 还有一辆美制的M77火炮系统 两门第三零轮炮 红利曼方向呢 在中部集团军的火炮 以及航空兵的支持下呢 击退了乌军第42接化旅 在切尔诺沃迪布洛瓦方向三次进攻 这个方向呢 乌军损失达80人 两辆装甲车、两辆皮卡 以及两门格沃自体卡自营火炮 在南顿涅斯克方向呢 东部集团军通过空袭 以及重火器 包括火炮 击败了乌军在顿涅斯克 新顿涅斯克耶方向 人力和装备的这个进攻 在扎布洛地区的 普利尤特努耶方向 乌军损失达到130人 两辆装甲车、三辆汽车 以及第二零MST 第三零零段炮 赫尔松方向呢 乌军损失15人 五辆汽车 一套美制的M7机火炮系统 另外还有第三零零炮 也被俄军摧毁 那俄军呢 在扎布洛附近的一座 用于探空 以及给战机 直领目标的P-37 防空导弹系统雷达战 被摧毁 乌军的第47 旧化旅客戴沃库 在第一波比罗斯克州 斯拉夫 哥罗德附近被摧毁 俄空田军呢 在扎布洛地区 扎利夫诺伊村 击落了乌军一架米8直升机 在扎布洛地区的 马来亚托克马基卡 新达尼利夫卡 击落了乌军的两架苏25飞机 拦截了九枚海马斯 另外在卢干斯克 顿尼斯克等方向 共击落30架乌军的无人机 这是今天库布洋斯克 哈尔克不前线的情况 从现在俄军呢 在整个梅里托尔方向 托马克方向的防御情况来看 再结合现在塞尔斯基 他发布的消息 乌军呢 在这个方向的进攻 那可以说乌军现在呢 有八个旅 八个旅在这个方向的发动进攻 那总人数超过了三万人 总人数超过三万人 在这个方向 所以未来托马克方向 奥利霍南部地区 这是乌军未来整个春季公式 夏季公式 夏季公式的这个主攻方向 那现在来看呢 和我之前判断也是一致的 北约方面呢 现在也是沿M14公路 比尔江斯克至梅图尔一线 那作为乌军突破的重点 那哈尔科夫方向呢 现在来看 俄军呢 要用哈尔科夫 以及 赫布扬斯克 这个方向的军事行动 来牵制乌军 在哈尔科夫托马克方向 这个总攻 所以未来哈尔科夫方向 赫布扬斯克方向 和这个扎布洛方向 形成了一个互动 那和我之前分析也是一致的 现在既然呢 乌军已经公布了总攻方向 而且呢 主力部队将集中在这个方向 所以呢 托克马克战役很快会开始 那未来呢 将决定啊 整个扎布洛州 第一道防线 俄军呢 能不能守住 还是要看乌军的这个进攻的力度 所以现在来看呢 乌军正在集结兵力 很快呢 这个托克马克战役会打响 我会持续关注 后续有更多消息呢 我也会第一次给大家分享